新聞一開始 先來關心加義七 前一個社區公用 特劇跟紅營團公用過期的實材 煮給孩子吃 社會處長去現場掛債 有所謂發現過期的食品 會叫食品衛生管理法出訓 如果富士忍雖然已經四季了 也會給他追求這次 沒拜託累積不適合的告訴你 拜託過期 我六天又拿來煮湯 馬鈴薯同樣放買一個百家煮 這今年是要給不到三回的孩子吃的 給你一個給理事看不下去 才在網路上面 打開冰箱馬虎 優候期間是去年十一月 第二整個名到今年二月 全都過期超過四個月 社會出貨為先叫小義來吉田 發現過期食品上九行為幾十行 富士忍兩主任 雖然說是不正義 將老師跟孩子的實材 男作為 但市府會依違反 儀少管理法對求接任 家義是第一間社區公共拖 又重心出現事案的問題 申辦的希望種子協會 也趕快會實在標示會改善 將冰箱實材一個一個大 優候期間提示 這些食物食材 我們完全沒有讓孩子使用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家園裡面員工 他們如果在園內 如果自己要煮飯的一些食材 改善就好了 在公共拖約中心 很好的家義市 發生是這樣的問題 讓家長真不來 但馬達可以期待 秋相改善 社會處標示會 對求相關執任 並科路上兩生的主任 來做無事業的老師 記者彈簧有口正前 我們家裡報的